長腿樂爸李敏浩繼一月來港出席代言活動之後 這一天又再到雜港開訴 在演唱會開始之前 樂爸才會見傳媒 以休閒服飾現身的李敏浩 經過一晚充足休息之後 心情很漂亮 雖然不夠兩個月 又再次來香港和粉絲見面 但是樂爸依然說 覺得很興奮 其實我沒有想到的 但我覺得很興奮 幾個月後就覺得很興奮 總之是在演唱會上 所以這次演唱會很期待 很興奮 我一直都在等待 所以我最大興奮 很興奮 而且是T字 所以我感到很近 所以我感到很近 不知道近距離見到樂爸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打開 要不要留意他的臉 之前不時也有報道 就指樂爸發覆了 變成包包臉 還說他的男神形象幻別 這一天說起自己這個缺點的時候 樂爸居然主動提到 臉腫的問題 如果真的臉腫的話 你自己有甚麼絕招去對付他 沒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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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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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過 好像早上起床 喝一杯齋飛 或者如果是中國人 他們說喝二米水 去濕 都可以試一試 沒有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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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樂爸 你也不用擔心 就算臉腫得一塊豬把包 一群粉絲 都是對你這麼死心塌地 而曾經推出過 兩張專輯的樂爸 不知道 又有沒有再打算 以歌星為粉絲 你也喜歡唱什麼 你喜歡唱什麼 我最近很喜歡 一旦比特的 非常快 聽到岳巴說希望拍劇 相信不用多久就會看到 不過香港的粉絲始終最關心 岳巴會不會跟香港演員合作 事關早前就有傳來岳巴 四月會接拍香港電影 我還沒出現的 我還沒出現的 香港電影 我還沒出現的 我還沒出現的 香港電影 香港電影 也有很多 香港電影 所以 我還沒出現的 海外電影 但我還沒決定 我還沒決定 在大陸的拍攝 《國際電影》 《國際電影》